Hello,大家好,我是小宇宙创作工作室的Annie姐姐,安妮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本绘本 它的名字叫做布朗克...名 大家认识布朗克这系列吗? 布朗克它是什么样的生物呢?你知道吗? 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你可以去看布朗克 卡住了,你可以去看,有没有,真的卡住了 还可以去看布朗克动吃动 还可以去看布朗克咕噜噜 你就会知道布朗克到底是什么生物哦 那布朗克这三个系列完之后啊 这次又多了新的系列,就是布朗克幼儿园 我要跟你们介绍的第一本是布朗克点点名 在哪里点名呢?就是在布朗克幼儿园点名咯 好,那我们来看看幼儿园都是怎么点名的呢? 哇,这就是在幼儿园里面发生的场景 每一个小朋友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有人在抢书 有人呢? 啊?怎么办?他们在抢书诶?要跟老师说吗? 啊,有人在玩 这是什么?啊,他是在玩火车吗? 它们在玩火车?啊?还有人在玩剪刀石头布 诶,这个生物你们应该知道吧? 它戴着红色的斗篷 没有人知道它的名字 但是因为它好喜欢红色的斗篷 而且它要长得小小只的 大家都叫它小红帽 那这个呢?这就是我们的主角咯 布朗克 诶,还有它的妹妹你有发现在哪里吗? 刚刚有讲过 在这里 它叫布朗尼 其他都是它的学生哦 哦,有人呢?要来上学咯 妈妈带她来上学哦 下一个场景啊 诶? 诶?好像变得比较干净咯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诶?书也拿去放了 小朋友也在收玩具 诶?诶?怎么办?要上课了 嗯?她不愿意分跟妈妈分开诶 嗯,在下一个场景是 好,小朋友,我们来点名咯 等一下点到你的号码 你就要喊 诶! 诶?看看今天谁最有精神 一号 诶? 诶? 一号是谁? 诶?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它的名字哦 因为啊,现在还没有公布它全部的学生的名字 所以我这边就不跟你们说它的名字是谁 等到呢,我们妙算小农他们工作室有公布全部学生的名字 所以我们再把它补上哦 诶? 诶? 不是你,你是18号哦 二号 诶? 诶? 这个大家都知道是谁了吧 布兰克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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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二号有两个啊? 啊? 不是不是,你是18号啦 不要乱喊 三号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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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18号 到底三号是谁啊? 三号 诶? 诶? 他是18号吧 三号 诶? 诶? 小红帽,你是18号哦 四号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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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男生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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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他就是刚刚一直在哭的小女生 诶? 他是女生还是男生呢? 等你们知道他的名字他就知道了 你怎么了? 诶? 我不喜欢我的号码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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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点名 诶? 诶? 老师怎么点得下去啊?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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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号是谁呢? 7号说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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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号 8号说 暑假 暑假很快 诶? 9号 9号是 嘎咖喱 上菜 10号 10号是谁呢? 诶? 10号说 妈妈生气 妈妈生气的时候都很快哦 诶? 11号 蓝宝尖尼 12号 诶? 诶? 是猎豹 13号 13号说 华豹 诶? 14号说什么呢? 他说 黑豹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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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菲利普斯 你知道他是谁吗? 游泳选手 游泳选手 好 来 10 10之几号呢? 我看一下 16号 筷子 嗯 筷子很快 筷子的快 诶? 17号 17号 100块 他们真的懂什么叫做很快吗? 嗯 大家看看啊 18号 18号说 两只老虎 为什么? 2只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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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得快 跑得快 所以他们最快了 19号 布朗尼说什么呢? 老鼠跑得快 老鼠 嗯 嗯 那再来20号呢? 20号呢? 20号说 吃面吃得很快 啊? 123 4 9 10 10 123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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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20 184 10 6 3 2 4 8 A3 10 7 3 终于点完名了 这就是布朗克点点名 爸爸妈妈小朋友 你们看到幼儿园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我要在这边 感谢幼儿园里面的老师们 辛苦你们了 辛苦你们也谢谢你们 照顾我们这群可爱的小孩 这本书布朗克点点名 其实它的内容看起来 似乎好像很简单 文字好像少了一点 可是如果你仔细看了一下 它里面的图画 你会发现很多很多不同的细节 你也可能发现 你的孩子就是其中某一个角色 好如果啊是不是有20位学生 如果你把每一个猜开来看 你会看到布朗克点点名 点点名里面有20个小故事 就假设我们说第一位 第一个第一号的是火龙果 我们呢可以看看火龙果从第一页到后面 它是什么样的个性 它是什么样的孩子 你都可以跟你的孩子们一起分享 也可以让孩子们说出火龙果的故事 或者是说呢 像是我们的主角布朗克 他一开始在做什么事情到后面 它是什么样的个性啊 所以我们每一页每翻一页的时候 我们都专注在找布朗克在哪里啊 布朗克在做什么事情啊 他发生什么事情了 老师说要点名了 那布朗克他有做好吗 还是他在旁边玩 还是他很兴奋 他很难过 很生气 所以啊 只要你把20位的学生 每一个学生抽出来看 你就可以在布朗克点点名里面 看见20个小故事 推荐给你妙算工作室出版的 布朗克幼儿园 布朗克点点名